我记得不知道我在笑 我就说可能就是很自然 那种很尴尬的情形的标准 所以我就怕记者欧别想 想你们是在搞什么阴谋 前国安会秘书长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逸仁 终于解开319枪结案 记者会上深密微笑的谜底 特地接受前总统陈水扁的广播专访 从国内政治谈到国际情势 也抛出震撼弹 我认为说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的 我们的心思牌了 台湾要宣布独立这个事情 这说起来很不可奈何 不是台湾人民自己可以决定的 美国没有说中国要跟我们打 美国就反对 以我目前的了解 美国根本就不赞成 话说得直白 就算台美关系史上最佳 台独依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不过这段话让国民党再度剪刀枪 那为什么还要欺骗台湾人民呢 所以蔡总统你身为总统 应该出来公开宣示 昨天要选举要有个票的时候 三龙还是 昨天三龙还是 今天早上起来告诉大家 昨晚台是谁 那这个邱毅仁先生呢 所提的内容 其实并没有脱离 我们的台湾前途决一文 我想美国不是不支持台独 而是实际味道 美国也反对中国 并吞台湾 所以这几年来力挺台湾 就像是神秘微笑 邱毅仁这段话 蓝绿也各有解读 不过现在美中关系 牵动两岸局势 鲜少露面的邱毅仁 再度引发朝野骚动 欢迎新闻 杨格杨芷玉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 欢迎新闻网 以及YouTube 欢迎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